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四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四章 六清内斗 晋国分裂的前兆 公元前501年秋天 齐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晋 包围了晋国的姨姨 姨姨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境内 这一年是齐景公即位的第47年 距离当年齐庄公讨伐晋国正好50年 齐景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晋公晋国 倒不是为了纪念齐兄齐庄公的赫赫战功 而是因为不久之前 晋国中军元帅世央突然去世 巡礼接替他成为头号权臣 晋国政局未闻 有机可乘 左传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很有趣 没有宏大场景 没有刀光剑影 甚至没有双方主帅的特写 只有三个齐国人在那里搭台唱戏 有一个叫必无存的世人将要参战 他的父亲张罗着给他在村里订了一门亲 想要他结了婚再走 那姑娘长得很端庄 家境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姑娘他爸的叔叔是当地的大夫 攀上这门亲戚 毕家脸上有光 说不定还能对必无存的仕途有所帮助 外人看来很理想的一门亲事 却被必无存一口拒绝 他老爸说 你疯了 人家姑娘明天就上门 你要是敢把他送回去 他家不找咱家拼命才怪 毕无存说 要不您留着用 他爸给了他一耳瓜子 毕无存也不生气 嬉皮笑脸的说 我跟您开玩笑呢 我早想好了 人也不用退回去 就嫁给我弟弟吧 他爸说 这姑娘有啥不好 我跟你说 就你那德行还高攀人家了 毕无存说 高攀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点 可是 等我打完这仗 如果能够活着回来 我可是非国高二世之女不娶 他爸眼睛瞪得老大 连忙摇头说 你这孩子 太狂妄 实在是太狂妄 国高二世世代为清 在齐国是贵族中的贵族 必无存一介世人想娶国高二世的女儿 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是 如果能够在战争中立下齐功 那又另当别论了 齐警功致下 齐国极其崇尚武力 凡有战功者 风赏有加 格外恩宠 屌丝傍上白富美 并非完全不可能 毕无存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参加了一夷之战 他一手擒着齐军大旗 一手举着盾牌 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划过战场 第一个登上一夷的城墙 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 但是 要炮到国高二世的女儿 还差那么一点火候 于是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将战旗插在门楼上 转身又冲下门洞 企图砍死那里所有的敌兵 将城门打开 放大军入城 结果 他被敌人砍死了 毕无存的英勇表现 鼓舞了全体骑军的士气 大夫东郭书和黎弥相约登城 黎弥是鲁国人 当年随着鲁昭公流亡到齐国 就在齐国安顿下来 他对东郭书说 我跟着你登上城墙后 你向左冲杀 我向右冲杀 等到咱们的手下全部登上城墙 才能下去 东郭书说 好啊 就这么办 等到东郭书登上城墙 如月向左冲杀 黎弥却先跳进了城 战斗的间隙 两个人坐在一起休息 黎弥笑道 我可是比你先入城哦 东郭书马上站起来 穿好一甲拿起武器 说 先是你给我出难题 你自己不遵守约定 现在又来调侃我 赶快拿起武器 我要跟你决斗 黎弥大笑 说 我跟着你 就好像参马跟着辅马 哪里能够抢先 一辆战车有四匹马 中间两匹为辅 两边两匹为参 辅马背上装有油环 参马之配 由外穿过油环 在控制于车夫手上 所以参马总是跟着辅马走 东郭书听到这个比喻 不觉大笑 战后 齐景公论功行赏 必无存已死 因此第一个要赏黎弥 黎弥推辞道 其实有比我杰族先登的 我是跟在他后面 这个人戴着白色头巾 披着狐狸皮斗篷 剑步如飞 所向披靡 他才是此战的英雄 齐景公说 那快将他找出来呀 黎弥便将东郭书 带到齐景公面前 说 就是此人 我郑重地将国君的赏赐 让给他 东郭书谦让道 还是赏给黎弥吧 他是宾吕之臣 我理当让他三分 齐景公十分高兴 最终决定 还是将此战的手工 寄到黎弥头上 至于那位一心想当成龙快婿的 碧无存 死后可谓哀戎备至 齐国大军驻扎在夷夷 齐景公发布了一刀命令 有谁找到碧无存的尸体 赏五户不共一世 相对于一具尸体来说 五户奴隶和终生免除劳役之苦 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高了 更让人目眩的还在后面 尸体找到后 齐景公三次为齐穿寿衣 赐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 和长柄罗盖作为殉葬 举行葬礼那天 全军莫哀相送 晚灵车的人不是站着行走 而是跪行 齐景公还亲自为齐推车三次 齐国进宫移仪的同时 魏灵公也配合作战 包围了晋国的韩氏 韩氏在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境内 晋国邯郸大副赵五带兵抵抗 赵五乃是赵川的后人 与赵央同宗 论辈分算是赵央的足弟 魏军攻破韩氏城的西北角 聚而守之 赵五的部众作战不利 连夜顿逃 一夷之战后 齐景公加快外交攻势 公元前五零零年夏天 齐鲁两国举行加股之会 两国实现和平 同年冬天 齐景公魏灵公和郑国的游宿 在安抚举行会议 公元前499年冬天 鲁国也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这样一来 齐、郑、魏、鲁四国同盟逐渐形成 齐景公蓄谋已久的反进事业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面对齐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晋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公元前五零零年夏天 晋国派赵央带兵包围了魏国的首都帝丘 赵武急于报去年的韩式之仇 带着七十名步兵杀入帝丘西门 大呼妖战 魏国人打开城门与之厮杀 不分胜负 赵武回来后 满盈夸耀自己的伤口 大幅射驼 也就是那年抓着魏灵公的手腕 尽血盆子的那位仁兄不以为然的说 你也算是勇敢了 但是魏国人并不怕你 如果是我去 他们连门都不敢开 也带着七十名步兵 一大早杀到地球的门下 命令他们在门前左右站好 像树木那样一动不动 到了中午 魏国人仍然不敢开门迎战 射驼才退回营 但是 以赵武射驼之勇 地球仍然难以攻下 赵央只好退兵回国 却又不甘心 派人给魏灵公送去一封信 则问他 为什么要背叛禁国 魏灵公回道 问问你们的射驼成和吧 赵央一调查才知道 射驼和成和对魏灵公做过什么 他将射驼抓起来 再派人向魏灵公赔罪 请求重建同盟关系 又被魏灵公拒绝 赵央又急又气 干脆杀了射驼 成和得到消息 赶紧逃到了燕国 然而 这样仍然不能挽回魏灵公的心 他给赵央送来五百户奴隶 意思是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批奴隶 是我送给你的私人礼物 作为当年入侵韩室的赔罪 与国家无关 赵央将这五百户奴隶交给了赵武 说 目前形势不明朗 暂且将这些人安置在邯郸 不久之后 赵央又命令赵武 将这些奴隶 转移到自己的居城 晋养 赵武本人倒没什么意见 但是他的家臣们认为不妥 说 贵国送那份大礼 本来就是为了补偿 我们在韩室之意中的损失 如果将他们转移到晋阳去 岂不是服了魏侯的好意 以后我们再和魏国打交道 就不那么好办了 不如这样 我们出兵讨伐齐国 齐国必然报复 那时候我们再将人送去晋阳 也有个名头 魏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群家臣的逻辑之混乱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 一直没有弄明白 总之 赵武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发兵入侵齐国边境 然后才将那批奴隶送去晋阳 齐国果然出兵报复 魏国似乎也没有领会赵武的苦心 积极响应齐国的号召 发兵相助 于是公元前497年2月 齐卫联军渡过黄河 洗劫了晋国的河内地区 根据齐国人战前预测 河内远离新田 晋国首脑得到战争警报 至少要数日 整顿军马 又需十余日 待进军主力赶到河内 至少是三月的事了 联军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可以自由行动 有一天 齐警公请魏灵公赴宴 吃到一半 突然齐军探子来报 晋军来了 魏灵公有点紧张 齐警公却很镇定的说 来得好 请魏灵公登上自己的战车 亲自驾车冲出迎门 去迎战禁军 魏灵公吓得脸色发青 结果虚惊一场 原来是探子报错了 探子当然不会看花眼 齐警公也没有那么勇敢 这一切全是齐国人安排好的 就是为了娱乐一下魏灵公 让他见识一下齐警公那种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 根据所掌握的情报 他们知道 晋军不但三月到不了河内 而且很有可能 永远赶不上这场战争 因为晋国内部出乱子了 左传记载 赵阳听说齐卫联军入侵 大为震怒 将赵武招到晋阳囚禁起来 并且派人对他的家臣说 这是我与赵武的私人恩怨 不会迁怒于邯郸 你们自己做主 另立新主吧 然后将赵武处死 赵武的儿子赵济 家臣赦斌在邯郸举起反旗 宣布脱离赵阳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 晋国哪里还顾得上应付 齐卫二国对河内的袭扰 同年六月 赵阳派上君司马及秦 围攻邯郸 赵武是赵氏小宗 赵阳杀赵武为邯郸 乃是家族内部事务 本来与外人无关 但问题是 赵武是荀银的外甥 荀银又与氏央素来相好 氏央死后 氏集社成为范氏宗主 荀银还与氏集社结成了庆家 他们对赵阳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暗中商量要对付赵阳 赵阳的家臣 董安瑜获知消息 建议赵阳早做准备 先发制人 赵阳不同意 说 晋国的法律 先为乱者死罪 被迫还击者可免 董安瑜说 您这样优柔寡断 只会害了自己的百姓 那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承担统帅 到时追究起责任来 就说是我的主意 让我顶罪吧 赵阳还是不同意 同年七月 市集社和荀银果然发难 围攻赵阳在新田的府邸 赵阳仓皇出逃进阳 必成自首 市集社和荀银以禁定宫的名义 讨伐赵阳 宣布其为叛贼 当时晋国的情况很复杂 堪称乱成一锅粥 范氏家族 市集社成为组长之后 冷落了弟弟士高仪 士高仪心怀不满 欲为乱于范氏 智氏家族 荀利现在是晋国的中军元帅 特别宠信大副梁英傅 两人激情四射 荀利甚至想让梁英傅成为清 而清的数量是有限的 只有六位 而且长期为六家把持 这就意味着 荀利必须除去其中一位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韩氏家族 韩不信与荀银历来尿不到一壶 魏氏家族 现在的组长是魏叔的孙子魏曼多 与市集社势同水火 中行氏家族 荀银与市集社狼狈为奸 不满荀利的领导 赵央出逃后 荀利召集韩不信 魏曼多 市高仪 梁英傅商量 密谋准备驱逐荀银 以梁英傅取之 驱逐市集社 以市高仪取代 简而言之 三大家族要对 范氏和中行氏 动手了 动手得有理由 荀利对禁定公说 先军有命 大臣为乱者死罪 现在范氏中行氏和赵氏作乱 而只讨伐赵氏 这是不公平的 请您下令驱逐市集社和巡淫 禁定公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的说了个好字 心里想 你们爱斗就去斗吧 光寡人何事 同年十一月 巡利 韩不信 魏曼多 以禁定公的名义 讨伐巡淫和市集社 后者奋起反抗 将矛头直接对准 禁定公 当年 齐国 鸾高之乱 高强逃奔鲁国 后来又逃到晋国 投靠于范氏门下 已有三十余年 高强对市集社说 古话说 三次摔断骨头的人 可以为良一 当年 我就是因为将矛头 对准齐侯 结果被赶出了齐国 因此深有体会 直到天下之势 唯讨伐国君 绝对不能做 因为那样特别容易激起公愤 智涵魏三家 表面上团结 实际上各怀鬼胎 只要您和中行士 齐心协力 不难打败他们 等到打败了他们 国君还不是听您的 市集社不听 在他看来 先将禁定公 抓在自己手里才是王道 于是与寻吟集中力量 进攻新田 还没等智 韩魏三家出手 各地的百姓 纷纷起来 讨伐他们 市集社和寻吟 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三家趁机发动总攻 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 只好逃到朝歌去避难 寻吟还想趁机消灭掉赵氏 韩不信和魏曼多坚决反对 一则 韩赵两家世代友好 二则 这次讨伐中行 范氏 寻吟获利最大 韩魏二人都担心 寻吟一家独大 不希望看到赵家 就此灭亡 于是 他们向禁定公求情 禁定公当然没什么意见 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同年十二月 赵阳又回到了新田 于禁定公在公公举行了盟事 但是 寻吟还是不想轻易放过赵阳 梁英妇也对寻吟建议 赵阳手下的董安瑜是个人才 只要他在赵阳手下 赵阳必定强大 迟早有一天会称霸晋国 您何不先剪除其羽翼 将这次动乱的责任 推到董安瑜身上 问他个死罪 寻吟派人对赵阳说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 这次国内动乱 中行事犯事虽然主动罚难 董安瑜也有重大责任 是他故意挑逗他们才会这样的 先决有命 为乱者死 现在那两个人已经逃出晋国 怎么处置董安瑜 您看着办吧 赵阳对此十分苦恼 这一次赵氏家族可谓岌岌可危 如若不是老韩家和老魏家出手相助 只怕难以幸免 事情刚刚平静 寻力又来这么一手 早知如此 当初不如听从董安瑜的建议 说不定早就大局已定 吞并了中行事和饭事 不用受寻力的鸟气了 董安瑜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位自幼跟随赵氏的老臣 看出了赵阳的烦心事 主动提出来 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晋国安定 让赵氏安全 那我愿意 自古人生谁无死 我活到这把年纪够了 自意身亡 赵阳闻讯大哭 哭完便做了他该做的事 将董安瑜的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 派人告知寻力 主人命令处罚罪人董安瑜 现在他已经服罪了 请示下 寻力这才表示满意 不久之后 智氏和赵氏也举行了盟事 因为董安瑜的牺牲 赵阳的隐忍 赵氏得以保全 对于齐景宫来说 晋国的内乱 无疑是个极好的题材 公元前496年夏天 晋军威功招戈 齐景宫隔岸观火 拉上鲁定宫魏陵宫 在著名的风景区梁上开会 商讨营救中刑市范市 巡淫市集社的党羽 市副小王陶甲 则引狼入室 带领敌人偷袭新田 北新田军民打败 师父逃入洛邑 小王陶甲逃回昭歌 同年秋天 齐景宫又与宋景宫 在曹国的陶帝会面 主要还是讨论救援 中刑事 范市 这就意味着 宋国也被拉入齐景宫的同盟 晋国完全失去了 对东方各国的控制 同年冬天 郑国在齐景宫的授意下 派兵帮助中刑市范市进攻新田 晋军在陆城大败中刑市范市 接着又在摆拳打败郑国干涉军 公元前494年 晋军围攻赵济盘居的邯郸 齐卫联军则包围了晋国的五路 以救援邯郸 不久之后 鲁国加入 三国联军攻下了吉普 吉普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 此时 齐国的同盟内部 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其一是鲁定公病死 鲁埃公即位 孔秋离开鲁国 开始周游列国 关于这件事 以后还将讲到 在此不多说 其二 是魏国大子 快溃出逃 左传记载 魏林宫的夫人男子 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 男子原本是宋国公主 还在宋国的时候 与大夫公子昭打得火热 公子昭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对付女人很有一套 男子在魏国久了 思念公子昭的好处 魏林宫这老家伙 也是与众不同 非但不吃醋 还专门派人请公子昭 到魏国来与男子相会 这事被大子宽溃知道了 宽溃感到十分耻辱 命令手下西阳素 刺杀男子 西阳素答应得好好的 到了关键时刻 却不行动 导致宽溃逝泻 不得不逃到宋国 后来又逃到晋国 投入赵阳门下 公元前493年夏天 魏林宫去世 留下一言 命数子公子映即位 男子也想立公子映 但是公子映 拒不答应 而且说 宽溃虽然在外 可他的儿子还在魏国呀 男子没办法 和群臣商议后 立宽溃的儿子 公孙哲为君 也就是魏出宫 同年秋天 骑警公派人向昭哥运送粮食 郑国的汉达四红带兵护送 市集社出城迎接 晋国派赵阳袭击运粮部队 双方在七地相遇 杨虎对赵阳说 我们的战车少 请引诱政军深入 我在正面拦截 喊似二人看到我的样子 必然害怕 那时候在全军核战 可大败政军 赵阳采纳了这一建议 杨虎为何对自己的相貌 有这样的自信 史上无人能解 但是有人推测 杨虎在魏国当政时期 确实是威风八面 以至于齐国人和郑国人 看到他都有些害怕 本书对此不予以深究 孤望听之 战前赵阳命人 以龟甲占卜 龟甲胶裂 乃不祥之兆 赵阳给大伙鼓气 说 范氏和忠行氏违背天命 残害百姓 想要杀死国君 而统治晋国 现在正国无道 帮助叛贼 而抛弃国君 我们这些人 顺从天命 守命于君 推行大义 洗除耻辱 再次一役 凡克敌至圣者 上大夫赏县 下大夫赏郡 是则赏田 工农商 则晋升为士 奴隶 给予自由 我赵阳 如果有幸带领诸位 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一定向国君要求 上述赏赐 绝不食言 如果不幸失败 我也无量回去了 请用绞刑将我诸禄 死后 用三寸厚的铜木板 不要衬板和外裹 用没有装饰的马车 装运 不许葬入 赵氏家族的墓地 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 最害怕的事情 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了 将士们听到统帅 发这样的毒誓 都十分激动 纷纷表示 要与郑国人决一死战 绝不让统帅 遭受这样的耻辱 开战那天 大夫游无序 为赵央驾车 快溃充当车友护卫 驱车登上铁丘 只见郑国人密密麻麻 排着整齐的作战队形 像森林一般压过来 快溃几时见过 这样的大场面 吓得当场就跳到车下 游无序解下腰带 一头递给快溃 轻声喝道 上车 快溃扯住腰带上来 脚仍在发抖 游无序又好气又好笑 骂道 你怎么像个女人 将他弄了个大红脸 赵央巡视部队 发表战前演讲 先大夫B1是个普通人 其次参加战斗都俘获敌人 后来或赏车百胜 得以善终 主军请努力杀敌 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 B1是晋相公时期的武将 即卫士家族的先祖 他的故事在晋国人尽皆知 是以赵央有此一说 大夫赵罗是赵央的堂职 当时年幼 又是第一次参加战争 感到十分害怕 他的车夫樊宇 不得不将他绑在车上 军纪关键了 询问那是怎么回事 樊宇说 他瘧疾发作 打摆子呢 到了这个时候 快溃也不能怯场了 他手持宝剑 郑重祷告 列祖列宗在上 因为正盛扰乱刚常 晋武处于危难之中 派赵央前来讨伐 后背快溃不敢贪图安逸 也列居迟矛作战的队伍中 请祖宗保佑 不要让我断金 不要让我骨折 不要伤到我的脸 不要给祖宗带来羞辱 这都是什么导词 简直是奇闻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战斗打响后 快溃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 一开始政军仗着人多 占据了上风 赵央被击中肩膀 晕倒在车内 连统帅的大旗都被郑国人夺走 赵罗也成为了俘虏 倒是快溃 英勇无敌 先是挥戈奋战 将赵央救出险境 继而带领禁军发动反攻 反败为胜 将郑国人打得东奔西跑 一千车齐国的粮食 就这样落到了晋国人的手里 当初市集社逃到昭戈 他的家臣公孙芒 仍然在范氏的领地上 为他收税 被赵央的部下拿到 将要处斩 赵央说 人各为其主 他有什么罪 于是将公孙芒释放 而且赐给他土地 铁丘一役 公孙芒带领部下五百人 夜袭正军 夺回了赵央的统帅大旗 说仅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 战斗结束后 赵央清点不重 发现前锋精锐部队大多战死 感慨道 郑国虽然是小国 却不可小觑 殊不知 郑国自郑庄公末后 虽然国势每况愈下 军队的战斗力却从来不曾下降 打起仗来胜多败少 这次若不是快溃等人发力 熟胜熟腹还很难说 战后论功行赏 赵央很得意 说 我被敌人击中 浮在弓带上吐血 但是仍然击鼓不断 鼓声不衰 这一战 我的功劳最大 快溃毫不客气的说 我在车上救了您 又带兵追击敌人 我在车诱中功劳最大 游吴旭大笑道 我为你驾车 马的杜带都快勒断了 我仍能控制他 我是车夫中功劳最大的 好嘛 功劳全被统帅车上的三个人得了 别人还得个啥 当然 其他人还是有赏赐的 只不过 这三个人在战争中的表现 确实可圈可点 拿了头功 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当天夜里 赵阳喝的大醉 说 这样就行了 意思是 夺了敌人的粮食 赵哥的气数也就尽了 中行事 饭事 不再成为忧患 家臣 傅搜 在旁边冷冷的说了一句 虽然打败了郑国 还有志士在那里呢 现在高兴 恐怕为时过早 赵阳一听 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酒立刻醒了 傅搜说的没错 这几年来的动乱 改变了晋国的格局 由原来的六清专政 变成了四雄并利 而巡礼领导下的志士家族 趁乱而起 势力最大 实力最强 已经凌驾于赵魏涵三家之上 俨然有独霸晋国之势 相比之下 已经成为落水狗的中行事 饭事 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元前492年10月 赵阳进攻赵哥 由于得不到齐国的救济粮 赵哥早就陷入饥荒 如何抵挡得住赵阳的大军 巡淫倒是临危不乱 装作要在城南发动反攻的样子 将赵阳的主力部队吸引过来 然后和市集社带领小谷精锐 在北门突围而出 逃至邯郸 公元前491年7月 齐卫联军再度包围五路 谋救市集社 9月赵阳围攻邯郸 11月邯郸城破 巡淫市集社逃亡到鲜鱼部落 赵济逃奔林地 12月 齐警公派国下讨伐晋国 一口气拿下刑 刃 鸾 鸾 高 逆智 阴仁 鱼 虎口等地 与鲜鱼人会师 将巡淫和市集社 护送到伯仁 公元前490年春 晋国讨伐伯仁 伯仁是范氏家族的旧领地 当初市集社的家臣王胜 虽然十分讨厌张柳朔 却建议市集社安排张柳朔当伯仁的地方官 市集社感到奇怪 你不是和张柳朔有仇吗 王胜说 那是丝绸 不影响公事 喜欢一个人 要看到他的缺点 讨厌一个人 不能忽视他的优点 这是维臣的基本原则 我岂敢违背 等到晋军围攻伯仁 巡淫和市集社坚持不住 想要逃到齐国去 张柳朔对儿子说 小伙子 你跟着主人好好干 我来掩护你们突围 就死在这里了 这是王胜教给我的使命 我不得不完成啊 于是 率部与禁军死战 巡淫和市集社趁机突围 逃到了齐国 就在齐景宫躊躇满志 想要以巡淫和市集社为先导 入侵禁国腹地的时候 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 永远终止了他的野心 也断绝了中行事 范氏复兴的美梦 公元前490年9月 再为58年的齐景宫去世了 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行程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